弟兄姐妹 昨天我分享一个信徒 在实际生活里要真正蒙福 不要受圣灵的引导 所以今天我再次与大家分享这个题目 各位受圣灵引导 并非等于做任何事之前先做个祷告 祷告后若心灵不能继续贴近圣灵 看见圣灵的指示与显明 那不算是受圣灵引导了 受圣灵引导也不是拼命的要观看 每件事情的圣灵作风 受圣灵引导就是圣灵的感动了 当我们发现主耶稣在感动我们时 心灵贴近祂 贴近祂的思想与看法 就会得到祂明确的感动 所以圣灵会在一切的事上指示我们的 在约翰五音七章三十八节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神说 从他谷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圣灵如同活水的江河 是继续带给我们能力感动的 但是圣灵如何在感动我们呢 圣灵有如风 所以圣灵是按事按人按时来感动我们的 不是要用心用力来看的 那要如何得圣灵的感动呢 第一就是信法 圣灵是不能借着人的知识或情绪来显明的 圣灵是要用我们一颗信神的话的心灵才可以看见的 但何谓信呢 答案就是当我们应明白神的话 而使我们的本性改变 就是再信了 比如我一来的想法 情绪 讲话 做法 都不能影响我了 反而是多费一颗蒙爱 蒙约 愿意听从上帝的心灵牵引着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人性 但是我们真信上帝的话后 我们的人性会变成神性 例如人遇到问题的时候 他的本性是容易生气 骂人 不安 动脑筋要解决的 但是一个有神性的人 会信上帝的名义 并且是上帝会使用的 所以 人的本性会叫一个人遇到失败后就自卑 但本性改变的人 会知道他的失败是上帝许可的 之后 他的眼光对神 对人 对事情都不一样了 这就是本性改变了 当然耶稣是明白我们不是一次改了就一生不会再依靠人性的 但我们只要继续靠这个信法 圣灵会在我们身上做工了 慢慢我们的本性也会改变的 第二就是听法 在约翰福音14章16到17节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 这里说到 我要求父或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贵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这是真理的圣灵 乃是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不见他 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 因他常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里面 所以能信的心灵就是能听得见圣灵的心灵 这是主耶稣赐给我们圣灵保卫师的应许 因此能够分别何谓是圣灵感动 何谓是自己不信的心灵产生出来的意念 所以当一个意念 想法 情绪 临到我们时 不要将那当作偶然 来认定圣灵 主圣灵在跟我说话呢 若那感动继续回来或加强 而心中因那个感动有平安 那就是圣灵跟我们说话了 怎么说不是偶然呢 举个例子 若我们看到天上的飞鸟 不要当作是偶然的 那是主耶稣向我们说话 借着飞鸟感动我们说 他看过我们看中我们是多过天上的飞鸟的 看到树看到山看到海水就想到上帝的创造 他的掌权了 这就是主耶稣这只圣灵在跟我们说话 在不偶然的情况里跟我们说话了 那时候我们顺从的话 我们必定会看见证据 心理的压力缺乏忧郁都会不见掉 另外有时候圣灵不是马上指示我们的 有时过了一段时间才指示 但要知道这是上帝最美好的 最完美的时间表 在等候时 我们不要失去平安的心灵 而急躁的要成就什么事 来要多带着被动的心灵就好 所以弟兄姐妹 凡受圣灵引导的人 必有蒙福的证据 什么证据呢 是人属灵起来的证据 属灵的意思就是当自己遭遇何事 越来越不看为偶然 反而有属灵透视力 看到神的作为 第二是心灵里越来越有蒙爱的证据 是不容易因自己的软弱 受控告或指责 乃是立刻来到神面前就好 最后这是干强赚打的证据 在他的心灵与他所看 所做 所讲 所面对的问题等等 心灵里不怕失败 不怕穷 不怕生病 不怕人的攻击 也不容易因情况的难处受惊吓 所以我们明白按上帝的指示做的话 因此就不怕了 所以弟兄姐妹 甘愿我们在一切的事上 继续得到信法 听法 享受主耶稣 凡事引导的助力